今天我又发现了一个新游戏 叫做沙河迷你世界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又是一款盗版游戏 我先看一下评论啊 玩过最棒的沙河游戏 那么但凡我没上过几年学 我都洗字你夸他呢 恶心到我了 不是给人类玩的 这游戏 真的有这么变态吗 让我们来尝尝一下 进入游戏之后 映入眼帘的只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分析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干嘛的 先开始游戏看看啊 开始游戏之后 界面还是非常简洁的 只有一个存档 还不是我创建的 并且还不让我重新创建 只能玩它的 进入游戏之后 是一个创建好的地方 并且还是英文的 但这儿可难不倒我 A N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头 非常凶暖的狮子 和一头狮子娇艳的豹子 还不错 还不错啊 毕竟是自己研发的动物 你看看 这个豹子还会吃肉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游戏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好玩的 然后这边还给配了一个母豹子 这游戏太人性化了 今天让我们来到了这边的饲养场 很显然啊 我们的面前是一头毛驴 并且还可以骑 骑上毛驴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这头毛驴 它不会转弯 只能前进或者后退 好的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在这边呢 我还发现了一道路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个路它不能骑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啊 它还是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这款游戏 自由度很高啊 总结一下啊 玩过这个游戏之后 我退意的给这个游戏 它录了一段视频 撒逼